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5月6日星期三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在2018年12月1日这一天 有三件事情和中国有关 在同一天发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华为的高级管理人员 也就是华为的老板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 被加拿大的警方受美国的委托进行了逮捕 这是一件事情 在2018年的12月1日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一个华裔美国的科学家 他叫张守胜 他在美国呢跳楼自杀了 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远在欧洲的荷兰 荷兰的光刻机的仓库着了大火 仓库里面的这个光刻机 以及材料呢毁于一旦 损失呢相当的惨重 那这个光刻机 它和中国的关系呢 也很微妙 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 向荷兰的光刻机的公司 订购了上亿美元的 这个光刻机产品 这样一来呢就使得 中国向荷兰所订购的 这个光刻机呢 合同旅行呢变成了不太可能 而这件事情呢之后 荷兰方面又迫于美国的压力 取消了荷兰这个光刻机场 向中国来出口光刻机的 这个许可证 就彻底使得 中国向荷兰购买这个光刻机的 成为不可能 那那个跳楼而死亡的 那个张首胜呢 他更是和中国也有关系的 这位张首胜科学家 他在研究一种新型的 可以用来做芯片的一种材料 如果这种材料将来付诸使用以后呢 那这个芯片呢 将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 就是比现在所用的这个芯片呢 不知道要快多少倍 要小多少倍 我们做一个外行来说呢 就理解到这儿就足够了 足够让我们震惊了 他的这个发现 或者是他的这个研究呢 是非常的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如果成功的话 到最后他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而张首胜呢 他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一方面张首胜被中国的这个千人计划 就是中国呢 在世界范围当中 推出来的一个计划 就是吸引世界范围当中的 优秀的科学人才 吸引一千人 所以叫这个千人计划 那这个张首胜呢 那这个张首胜呢 就是被中国所吸收的这个千人计划当中的一员 而且呢 这个张首胜就他研究的 他发现的这个新型的制作芯片的材料呢 他和清华大学呢 联合来研究这个 就是说他在美国 他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家 他研究的这个项目呢 他和中国合作 如果是成功的话呢 有可能说对美国有利 对中国也有利 那对美国有利 对中国有可能更有利 会推动美国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就是芯片的更新换代 那更能推动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也推动中国的芯片的这个更新换代 而且呢 这个张首胜和华为公司之间呢 也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的 就是张首胜就这么一个人 结果呢 在12月1号这一天呢 竟然是跳楼自杀了 那后来呢 因为是在美国自杀的呀 中国的警方不可能介入啊 美国的警方很快就有了一个调查结果 说这个张首胜呢 他是有忧郁症了 因为他有忧郁症而跳楼自杀了 他确确实实呢 就是自杀 就是活腻歪了 别看他有那么辉煌的研究成果 别看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别看他在这个科学界 来往于中国和美国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都是一个这个 头上顶着光环的 这么一个人物 他的生活和事业呢 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光明 非常的光辉灿烂的 就这么一个人物呢 他竟然是对生活了无声趣 别无所恋 而跳楼一走了之 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不可理解 而在同一天所发生的这个孟晚舟的这件事情呢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 那这三件事情让人不得不联想到 这里面就是有美国和中国之间 这个利益之争 因为中国在这期间 跟这三件事情里面呢 中国都能够有这个巨大的利益 让人不得不怀疑呢 这里面的背后 是美国的一双黑手 但是当然了 我们又没有证据 对吧 我们是没有证据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科学家张首胜 他在2018年的12月1日跳龙自杀了 那在之后呢 还有一个千人计划 里面的有一个科学家 他是美国这个通用电器公司的一个 高级这个科学家 高级这个工程师 他呢 据说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走到这个level的科学家里面呢 是中国人呢 所走的最高的 他是一个工程师 那他呢 也是因为和中国有着一些个联系 或者说呢 是合作 而被美国给抓起来了 他这个案子呢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说法 没有结果 那这是美国 在加拿大 2019年的7月份 有一天突然在加拿大的一个生物实验室里面 就是在我所在的这个省 加拿大的曼省 温尼伯 有一个实验室里面 有一个华裔的科学家 他叫秋香果 他呢 突然有一天 他连同他的学生 一起 被加拿大的情报人员 从这个实验室里面就带走了 理由是呢 他违反了政策规定 到现在呢 他这个案子呢 也是不明不白 现在呢 没有说法 请注意 他是一个病毒学家 病毒专家 据说呢 说他这个秋香果呢 和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来往密切 他曾经呢 有是一个月啊 还是一个礼拜 到武汉的实验室呢 几次来往于这个 从加拿大到武汉实验室去拜访 这武汉实验室几次 但是呢 据我所知 他到武汉去拜访的这件事情呢 是光明正大的 也不是偷偷摸摸的 但是呢 就是不知道 加拿大的情报机构 把他给抓起来 到底是他违反了什么 说是违反了政策规定 但是这个政策规定 就能够抓起来吗 反正到现在呢 也没有个下玩儿了 好 这是呢 在加拿大的华裔的科学家 是研究病毒的 他和这次疫情呢 其实还关联性挺大的 对吧 研究病毒的呀 不知道呢 他和这个新冠病毒 有什么关系 将来呢 应该会水落石出 那今天呢 我为什么说 跟大家说了以上的这一些 因为今天呢 美国华盛顿邮报 做了一个报道 华盛顿邮报 做的这个报道呢 今天引起来了一个挺大的一个轰动 尤其是在华人中引起来了很大的反响 大家呢 对于这件事情呢 有很强烈的一些个猜测 华盛顿邮报 他所报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是美国的匹斯堡市郊 罗斯镇 他在二日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命案 37岁的华裔男子 他叫刘斌 在家中中了多枪死亡 附近呢 还有一位男子头部中枪死亡 这个刘斌呢 他的头部 颈部 躯体 很多的部位 很明显的是中了枪伤 他现在呢 已经死亡了 这是在他的家中 在他家不远的一个地方 停着一辆汽车 这个汽车里面的一位男子 据报道呢 看起来 他自己 向他自己的头部开枪 而死亡 警方呢 就说 这 他是一个自杀 从逻辑上来说呢 这应该是一个畏罪自杀 好 警方就表示呢 两位死者呀 可能是认识 凶手呢 先杀害了刘斌 然后呢 再回到车里面自杀 但是呢 动机不纯 今天呢 我还看到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现在呢 说他们两个之间呢 说可能是情杀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一个杀人案件 为什么说华人当中 引起来大家很强烈的一个关注 很广泛的一个关注 很多人呢 有很强烈的观点 或者猜测呢 是因为刘斌呢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博士 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后 他现在是皮斯堡大学医学院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系的助理教授 皮斯堡大学医学院呢 曾在期刊发表论文称 甘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冠病毒的疫苗 初步动物试验呢 是有效的准备启动临床试验 这正是刘斌致力于新冠病毒研究的部门 向来温和的他呢 却突然丧命 那他所任的部门呢 在他丧命之后 在网站上是这样写道 刘斌在研究SARS-CoV-2的感染机制和并发症方面 即将有重大的突破 我们将努力完成他的未静制研究 以向他的科学成就致敬 全体科学界都将为他的离开而哀悼 就这样看出来了吗 就说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一个助理教授 同时呢 他是研究这个新冠病毒的 那他在研究新冠病毒方面呢 有了初步的重大发现 同时呢 他还研究出来了新冠病毒的疫苗 这个疫苗呢 已经在动物身上呢 做了试验 下一步呢 要进行临床的试验 就是这样的一个呢 看来是比较有才华的 也很有能力的 在现在呢 这个疫情非常非常需要的情况下呢 他又很有建树 将会呢 很有贡献的这么一个人 他突然就死亡了 很多的人 我看到呢 人们都留言说 这个呢 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 觉得说呢 这个情节 实在是太过这个戏剧性 这种事情呢 只有戏剧里面 才会有现实当中呢 实在是难以接受 它能够发生 美国呢 他是不会允许一个华人 来取得这样的成绩 抢了他们的风头 这是呢 好多人的一个猜测 如果你单独看这件事情的话呢 你会觉得说 这种猜测呢 有一点太过分了 但是你研究 我前面所说的 一系列的那些的事情 对吧 一系列的 发生在华裔科学家身上的 这些事情 你来看 那这一件事情呢 真的 就是那一系列的 事情的一环 而且它是后面的一环 有的人说呢 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 很期待 美国的警方 对这件事情的调查 但是 美国的警方调查 就一定能拿出来一个 令人满意的一个答案吗 一定能够 让我们能够心服口服的 能够服众的 一个结论吗 能吗 张守胜的那件事情 说它是忧郁症 你相信吗 反正我是不行 反正我是不行 12月1号那一天 发生的那三件事情 真的 是巧合吗 我是不行 邱香果 他到底违反了什么 到底违反了什么 很明摆着的 美国呢 现在对中国 是非常的害怕 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 害怕中国方方面面 超过美国 你挣了钱 你挣了钱 当然是不行了 你的经济的发展 超过他 当然不行了 你的军事发展 要超过他 或者赶上他 或者威胁到他 那更不行了 那你的科技 如果是要发展 要超过他 或者赶上他 更让他害怕 因为科技 是军事 是经济 是所有的 这一切的 发展的基础 看来呢 华人在美国 或者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要做一个 有成就的科学家 也成了华人的 一个危险职业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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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